大家好 这颗蝴蝶蓝是隔壁家的一位花友拿过来的 刚刚开完花 这个花已经凋谢完了 但是这个根呢 也烂的差不多 那么像这种状态的蝴蝶蓝 我们该怎么处理它 让它能快速的发一些新根出来 能让它再下一次开花正常开花呢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该怎么处理像这种状态的蝴蝶蓝 首先我们要处理这种烂根的蝴蝶蓝 一定要准备好杀菌药 我用的是这种二枚铃 这种二枚铃它对于根斧进斧效果非常好 进行杀菌杀毒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先按照一比一千或者是一比八百的比例 对熬水 然后接下来就是给它处理掉这些质料 大家看像这种状态的蝴蝶蓝用水它来摘种的 应该是它在平时养护的过程中 是长期积水 所以导致了蝶根 因为水苔它的保血性非常的好 我们给它浇水的话 是要把握的很好 其实水苔是非常不错的一款质料 唯一就是浇水比较难把握 所以大家用水苔来摘种蝴蝶蓝的话 首要的目的就是要把握好浇水还有施肥 因为这个水苔它的保水性好保肥性好 如果说我们施肥的时候不注意的话也是非常容易产生肥害的 所以我们用这个水苔来摘种蝴蝶蓝 一定要注意这两个方面 大家看到没有很多的这些烂根 我们直接把它修剪完这些烂根 还有这条花杆我们也给它剪下来 那么像这条花杆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下期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用这条花杆来防止蝴蝶蓝 先把它放到一边 这些烂根全部给它修理掉 这颗蝴蝶蓝的根剩的比较少 但是只要这个甲铃镜的位置没有出现腐烂 像这种状态的蝴蝶蓝想要它掌心根还是非常容易的 只要我们按照标准的步骤来给它做处理就可以了 好了现在已经把这些烂根修剪完 接下来就是把它放到这个杀菌药里面给它清洗 找来了一条烂牙刷给它清洗一下根部 蝴蝶蓝它是比较喜欢干净的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将它清洗的干干净净 把这些根也给它刷一刷 顺便把这个叶片也给它清洗 好了清洗完成之后 我们再用清水来给它冲洗一遍 先把它晾干 晾干之后我们就可以给它上盆了 不管是用水苔给它上盆也好 用颗粒质料给它上盆也好 方法都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 这期就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等到它晾干了 再跟大家分享 我们如何给它上盆 好了这期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